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時間交給他 好 那我們歡迎廷王 剛剛被介紹的時候就是那個黑客送的專家 其實溫道友先後啊 就是參加過很多次黑客送這樣 所以就久而久之就變專家 那今天的話就主要就是 今天的主角 focus 是在大家 大家想要做什麼案子 你們對 你們想要做什麼樣的議題 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今天就辦了一個黑客送 讓大家可能如果沒有經驗過黑客送的人 來體驗一下 或是說已經有體驗過黑客送 那就直接來這個機會認識大家朋友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組成一個team 然後一起來做一個專案這樣子 那今天的議程的話主要是這個樣子 那時間的話就是都會多少變動 主要是看大家在自己的提案 這邊有很多部分是要大家主動來提的 比如說你有什麼案子就到時候黑客送提案 那中間的時候我們會有個短講 那短講的話你也可以來報名 就是說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你分享一個技術 或是分享你最近在關注什麼議題這樣子 然後一個人八分鐘 那最後的話我們要結束之前的時候 我們中間都會有hacking time 就是說大家有興趣的提案 組成一個對大家一起來 cook 然後最後呢我們今天的進度做到哪裡 然後我們優學習到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在這個時候來報名 然後跟大家分享我們今天學到什麼東西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是一個很基本的黑客送 那我就先從自我介紹開始 因為我來之前的時候 我看到大家就是在填報名的時候 就說想要學到什麼東西 然後想要了解 自己目前在開源寫作這個領域上面 有一些什麼困難這樣 所以我想說那就我就整理一下 那回應一下大家的一些疑問這樣子 也是算銜接到前面大家的課程這樣子 OK 那我在這邊的話就主要第一 我就直接從這個順序開始 就是第一個我看到有一個朋友在講說 他就是應該是學校的老師 或是要跟學校老師去聯絡 然後他覺得他的 他覺得用Line聯絡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這邊可能有人不知道Line是什麼 Line是一個私訊軟體這樣 通訊軟體 那它的使用者介面就是非常的直線流程 就是讓那個對話就是一直往上漲這樣子 一直推上去 就跟微信都一樣這樣子 跟Facebook Messenger差不多 那通常有群組 那因為Line目前在台灣的覆蓋率超級高 就是大概平均每一個人有三個帳號 這麼高這樣狀況 所以基本上全台灣全世界都在 全台灣都在用Line 尤其這個軟體對中高年者長輩的滲透率很高 那就變成說我們常常跟長輩在聯絡的時候 長輩就問你說你有Line嗎 然後我們就用Line聯絡 然後群組長得很大 裡面超多人 然後那訊息就像 就是一直飛這樣子 然後你也不知道怎麼管理這樣子 所以我談這件事情的話主要是在講說 科技的話會有數位落差的問題 就是數位落差可能就是他本身對硬體 他本身經濟能力硬體沒辦法用 或是說他是中高年的人 然後他比較不會使用科技軟體這樣 然後就是我們常常會想說 那是不是有一個方式可以去取代Line 我們常常 現在公務員基本上也都是在用Line聯絡 那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 所以我們常常會想直接挑一個問題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換一個平台 那但是好比說Slack 然後還有很多專門為工作所使用的通訊軟體 當然這樣想很不錯 但是常常就是會忽略到中高年齡使用者的人這樣子 因為他們其實要轉換那個平台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剛好最近也遇到一些類似的狀況 所以其實要分 就是說要把事情分了兩個看 第一個就是說在Line裡面聯絡 那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 那一個是換平台 那換平台的話 那那個平台到底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是直接換平台 第二個是說那我們可不可以在裡面 就直接去改造Line的溝通環境 所以就開始有LineBot的一些想法這樣子 那我覺得 就是說面對中高年齡的使用者的時候 那個approach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就是很容易 就是要去幫他們去多設想一點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想法 好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是說 開源協作如何 這樣溝通成本 就是說很多人很好奇說 那開源協作為什麼 它的優點在哪裡 那其中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可以降低溝通成本 我們先想一下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組成一個team 就是我們這個大家所有 然後我們大概有四十幾位 然後全部組成一個team 然後說我們要去做一件事情 然後就先假設好我是leader 然後我們就是去問外面去做proposal 然後去要資金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在溝通的時候就是 我跟這位朋友是一條線 然後我跟大家都有各自一條線 然後大家各自又跟對方都各自有一條線 然後我們要達成一個共識就會非常困難 因為我們那個每個線基本上都要run過一遍 可以這樣想 基本上私人的組織工作 工作章程大概都長這個樣子 就是大家都要溝通這樣 所以當那個組織規模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個溝通成本就會開始越來越高 然後而且大家也不一定都同意我的想法 對 然後就會開始就是 我們就直接 我們就是連什麼事都沒做到 就在裡面打群架就這樣子而已 那開源協作為什麼可以處理掉這個問題 是因為好比說我有一個idea 然後我把這idea開源出去 我做了一些成果然後把它開源出去 然後你們覺得也想要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就是可以使用我的 可是你也不用經過我的統一 然後就直接 所以就變成說大家都是各自為證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覺得跟我合作覺得蠻有默契的話 那就來加入我這個team大家一起來這樣 所以就不用變成說 然後你也覺得 然後你可能跟我合作到一半突然覺得說 嗯我覺得你做的不太對 我覺得怎樣做比較好 那你也可以帶我的工作的成果 然後自己再去開一個天地 去做一個community 然後去營運這樣 所以這樣談下來的話 你的公共成本就會比較低一點 就是大大的降低啦 說實在的 那我就以這個目前之前去年台北市找我來幫忙做的這個網站 台北市市有空間限制查詢平台這個為例 就是我那個時候接到的時候其實是在整個案子的最後面 就是這個以下又掛掉 好那沒關係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可以去查這樣子 就是可以查說現在台北市政府有哪一些空的品地這樣 然後當時透過這個網站做兩次的提案火化 就邀請大家來提案這樣子 那所以當時這個網站就是需要做修改然後找我來 那其實這整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要促進這件事情其實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跑公務流程嘛 那但其實我完全沒有跑到公務流程的內容 我只有接到大家前面大家做的成果的後面 就是有一些人他對市政府非常了解 他就跟市政府裡面的人談說空地能不能先釋出來 可能釋出來這樣子 然後談一談之後那成果就放在那邊 然後後來又有一個青年諮詢委員會談到這件事情 然後就去鼓勵市政府裡面的人去做這個案子這樣 所以後來財政局的人就來接這個案子然後來做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問說那社群有沒有人可以出來幫忙 然後我就說我剛好有空的出來幫忙 就把這個網站弄了起來這樣子 所以那個整個過程其實是 我不用一開始就一定要一直參與 然後到說你要就是去趕快跟政府遊說說 要趕快把閒置空間釋出來這樣子 完全沒有我就只有參與到最後面那個 把網站做出來的部分這樣子 那所以這樣是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可以很快的降低溝通成本 然後大家就專注在自己的專業上面就可以做就可以了 那第三個是說我在大家的那個提案裡面 大家的報名的填的資訊裡面有很多人談到說 就是有一些敏感訊息的話 要怎麼樣不會被折笔掉這樣子 那其實我對這些特定網站他會去做那個關鍵字刪除的部分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說要怎麼樣可以去跟他對痕 不過剛好我們那個時候有一個Github的專案叫 Mandarin 他這整個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這邊我寫的一個是名文 然後我按Tab之後他會幫我轉成火星文這樣子 就是轉成看不懂的文這樣 那這個程式的功能就只有完全這樣子而已 那他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然後然後你可以在他會一直往前轉 就像一個輪子一樣一直轉 所以你就轉到可以看得懂就可以了這樣子 那曾經好像有中國的朋友就是拿這個類似的東西 就是他把它想要講的貼在微博上面的東西 然後就轉成看不太懂的文字 然後請大家自己回家轉一轉這樣 然後轉出你要看到的文字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是台灣一個社群的朋友就是做的 那當時其實不是為了要避免那個敏感詞的刪除 其實是因為大概在兩年前的時候 曾經有一群案子大家想要把立法院裡面立法委員 台灣立法委員上台講的話做主制稿這樣子 然後做到大概一兩天之後大家都很多人就 就是那個工作效率越來越差為什麼 因為立法委員講的話很多都是廢話這樣子 然後就越做越痛越看越傷心這樣子 所以我們投給這個人 然後結果這個人上台就講一件無關緊要的話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們還是要處理這些文字稿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一個社群的朋友出了 idea 說那我們先把它轉成我們看不懂的話 那我們就不會受傷了這樣子 然後做完之後再轉回來這樣子 對 然後剛好 所以開源專案有一個蠻有趣的就是說 開源專案他一開始做這個專案的人 他其實是為他自己的目的而服務嘛 然後釋放出來給大家的時候 其實他是很free的 他並不是特定就是說你一定要這樣子用 大家可以去發揮自己的創意思考說 我要怎麼樣用這個東西這樣子 結果後來就開始有了這個 就有了這個東西這樣子 然後有火新聞這樣 好比說可能寫個萌萌哒什麼的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可以轉一轉就看不懂 看不懂之後再轉回來這樣子 對 這是一個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很多人 我有看到很多人說想要做一個訊息 就是提供消息的一個網站 就是加一個網站 然後很多人可能想要用Wordpress去做一個部落格 然後就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相同資訊 相同議題的資訊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知道有個提案是說 想要做跟埃茲有關的訊息這樣子 對 那 我覺得做網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是他的確就開啟了第一個時間 就跟全世界的所有人分享你的訊息這樣子 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但是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要先確認一下你的網站有沒有結構化資料 那我可能講這個詞的時候 你會有點不太懂什麼是結構化資料 我就直接拿這個來看 就是這個是一個網站 這是一個專門講法律議題的網站 就這樣子 那好比說我今天點了一篇文章 你可以看一下我這邊用一個Google的外掛 然後去爬這個網站的訊息 你就會看得到說這個網站有很多訊息 比如說他的名稱是什麼 那他的URL是什麼 那這篇文章想要講的是什麼 發文日期是什麼 那作者大概是誰什麼之類的 那應該來說會有一個圖片 他會連圖片都有 如果這張這個貼文有圖片的話 通常也會可以提供這樣子 那這個很明顯不是給人看的 這是給機器看的 那為什麼給機器 這個東西就是結構化資料 就是有Key 有它的屬性 然後跟它的內容東西是什麼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很重要 是因為這個會影響你的網站在搜尋引擎上面的能見度 就是其實Google雖然很厲害 但是他也是機器 那機器就是他看機器看得懂的資料 所以他對他來說看後面這個文章 人看的文章他很辛苦 可是他看這個資料覺得超簡單 講他一下就知道說 然後通常都會有一個叫take的資料 就是說這個文章到底討論的是什麼主題 這邊可能沒有給 就是說通常會有take 比如說這是一個跟股票有關係的 然後他們take寫股票什麼之類 那搜尋引擎就會知道說 這個大概是講哪一類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這個網站很棒 那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就是你的網站也要順便提供給機器看的資料 那這個還有一個很立即性的好處 就是如果你有提供這些資料的話 你直接複製這個網址然後去貼在社群網站上面 它會自動幫你長出來漂漂亮亮的版式 就是有圖片然後有大標跟也有小標題這樣子 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網站的話 你貼它就是 因為Facebook也是機器嘛 看不懂你的網站 所以就沒辦法長出漂漂亮亮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 怎麼講很小的工作 很小量的工作 你只是要把你的資料稍微 多提供一份copy是給機器看的這樣子 然後但是會大大的提升你的網站的能見度 讓大家知道說你的工作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就是說 第五題就是說 很多人說 很多人說就是跟工程師溝通很辛苦 這是真的啦 然後還有就是說要學習新的領域的東西很痛苦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稍微突然想到說 我目前學習方式 學習的方式都用心智圖 所謂心智圖的話就是 就是長得像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上面的一樣 就是說 好比說中間是你想要學的主題 然後你可能聽到這個主題之後 你跟大家問了一圈 然後大概知道這個主題是在談什麼 然後會有分很多字出來 然後再從那個很多分字去詢問 問自己說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到底要怎麼使用它 然後會有像這樣子的一個脈絡 就是幫自己畫一個脈絡 它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一個很多個點 然後跟很多的連線 然後連線跟連線之間的概念上面的連結這樣 那你用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你就可以稍微比較慢慢的去 去一步一步的去了解說 大概東城師講的那些專有名詞 大概是什麼東西這樣 當然也有曾經很多人講說 那個專有名詞是 怎麼講 故意讓外行人覺得自己很厲害的一種方式 這樣子 講專有名詞 但是怎麼講 專有名詞它都包含著一種概念 比如說 設計網站用RWD 然後這句話聽得懂人請舉手 然後聽不懂人請舉手 那RWD是什麼 然後你就開始從RWD這個中間畫一個圓 RWD是什麼 我去查維基百科 RWD是Responsive Web Design 那什麼是Responsive呢 我知道Web我也知道Design 那Responsive是什麼 然後我在從Responsive開始慢慢延伸出來這樣 大概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慢慢讓自己去學習 就是一步一步來 然後用心智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比較不會去失去焦點 因為你常常會學習一件事情 然後你就聽到很多資訊 然後很多人說 我覺得這本書不錯 然後你就看一看一半的時候 有人知道你在看這本書就說 你在學區快練喔 我覺得那個另外一本書更好 然後你就跑去看那邊 然後你就花很多時間在獲得資料 而不是在學習資料 那這樣的過程中 你可能就會開始變得很氣餒 所以這是一個方式可以給大家 OK 好 所以我後面就講了三個例子 因為我剛好聽到其中有一個 就是其中一個報名的朋友是說 他是遊戲製作人 然後他對Unity這個界面很不清楚 所以也是一樣 心智圖再來一次 中間寫Unity 那Unity可以幹什麼 然後我們再去把它做分支一個去瞭解這樣子 然後區塊鏈是什麼 區塊鏈大概是大家最容易 就是最常聽見 目前最常聽見 然後又最不懂的是什麼東西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區塊鏈可以這樣 然後區塊鏈 區塊鏈是分散是帳本 然後什麼是分散是什麼是帳本 分兩個 然後再來一個一個Line這樣子 然後很多人也有想要學Wordplace Wordplace也可以用 Wordplace是什麼 這樣子 從開始 好 然後再來就是從 所以下面接下來就是 第六點是延續第五點 就是講說 學習新的事物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學 就是可以大家回去 可以稍微反思一下 也不是說反省 就是反思一下說 因為我通常獲得新資訊的方式 現在是什麼方式 去Google搜尋嗎 維基百科 然後回去看書嗎 什麼之類的 其實有很多管道 以現在網際網路已經大概二十幾年的歷史 網際網路 大家經過很多訊 大家經過很多 新創公司的測試之後 知道說網際網路非常適合做自媒體 就是說可以寫blog 然後就是可以提供訊息給別人這樣子 可以寫blog 然後可以做社群媒體這樣子 所以如果是跟科技有關的專案的話 然後你又知道 通常那個科技專案的人 就是做這個專案的人 自己會有個blog 或是至少他會有個twitter 那我們就直接去看他的twitter 直接去看他的blog 那直接去看相關的論文 那這樣其實是會比較直接一點 那當然我們現在常常獲得第一手獲得 最快獲得訊息方式 其實是透過新聞媒體的專載 好比說新聞媒體可能會講說 新的一篇論文出來 那一篇論文講的是什麼 然後他會做簡單的摘要 但是通常這個過程就是 就是還要需要那個記者他去做笑話 然後再去把文章產出來 那倒不如就直接去看那個論文 或是那個twitter這樣子 那尤其是論文的話 因為論文通常會真的 就好比說我可能昨天 可能看了一篇2018的論文 那可是論文到實際到 普遍在我們生活中 大概需要花十年的時間 就是說這個論文它真的有用 會大概普遍 普及大概大概思考當中 大概在大概花十年 那其實算也算也差不多 就是第一個 以區塊鏈為例的話 區塊鏈的第一篇論文 大概是 我記得好像是2008年出來的 那所以換算到現在差不多 這樣子 所以論文其實也是用 就是大部分都是用文字寫出來 所以它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那如果你看到很多專有名詞的話 那就再來一次形式圖 所以其實我就鼓勵大家說 可以去看論文 就是說對你的有興趣的領域 不一定是跟科技有關 好比說你可能對男女平等 兩性平權非常有興趣 那其實也有很多兩性平權的論文 他們比較用統計的方式去算 那你也可以去稍微了解說 他怎麼去算出 薪資不平等 是怎麼算出來的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看論文 是蠻有趣的一個活動 所以可以鼓勵大家來去試試看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今天大家來可能有很多 自己想要做的專案 自己想要做的專案 自己想要做的project 那除了自己 那project其實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跟前面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說你一開始本來都是要解決自己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後來在整個發展的路上 又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然後他們也有想要解決同樣問題 然後我們就組成一個team這樣子 所以然後接下來就可以擴起到全球 那是不是可以就直接更進一步 就直接看一下 現在大家全球最想要關注的議題有哪一些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 大家可以去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然後這一個目前的這一個 這個大家這個是已經 這是聯合國他們已經討論完的 就是說有17個目標 然後有幾個很多的指向目這樣子 包含消除貧窮 然後還有男女平等這樣子 還有很多永續發展的項目 然後他們也有 他們在討論的過程中也確保說 這17項不會互相的排斥 就是說我不會做這件事情之後 結果發現對環保非常不利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我自己想要做的案子 跟這裡面的類別是哪一個 然後來看一下 他們在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交出去 也許對你來說 會有一個比較更寬廣的視野去想 你現在想要處理的問題是哪些這樣子 然後直接跟世界上所有的朋友去做交流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 因為就是 好比說像台灣人口數 就2400萬這麼多 所以你要在2400萬找到跟你有相同興趣的人 機率會比較小一點 可是如果你是跟全球 其實我有點忘記現在大家認識 有60億的人的話 那你是不是會找到這種道合的人 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不要小看網巨網路的力量 雖然說現在網巨網路已經普遍在大家生活中 但是其實現在網巨網路還是非常power的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要回歸到黑客松這個主題 就是說我們黑客松要幹嘛 就是要來提個案子 然後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來 cook一下 就是來想一下我們今天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成果來 然後我們就回去會想說 那通常一個開源專案到底怎麼誕生的這樣子 這是一件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去看一下它的現象是怎麼產生的 那其實我就舉一個例子就是講Bootstrap Bootstrap是一個前端的開源專案 就是說我們前 小比說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頁面 它長得漂漂亮亮了 讓你把這三個部分就 這三個按鈕排在一起 然後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我滑鼠滑到這邊的時候它會變暗 你有看到嗎 它有變暗 然後還有 它就是會提示你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 如果按下去它會長出這個來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 如果你要從零開始去做出這些功能的話 超級辛苦 就非常麻煩 你在那邊話說 我點下來之後它會有什麼反應 然後點下來之後 這個是長方形 然後還有 這個還可以拉拔這樣 然後它的按鈕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Twitter就是 他們公司裡面的人就是要 有很多的介面使用 而且就是現在在 就是在現在的環境中 除了電腦的介面之外 你還有手機的介面跟平板的介面 就是你一次要設計要 就是都不能跑板 就是說那個不會歪掉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大家當然就是 就是從零開始就直接刻起來 就是 設定長寬告這樣子 然後弄久了之後 開始就會覺得很痛苦 就很想哭 然後躲在桌腳下 就說我不想要當千段工程師了這樣子 那所以後來就有人知道說 那我們可以就 後來就開始有人去想要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那所以好比說我就直接 如果我想長出一個像這樣子的卡片來的話 我可以直接讓使用者直接寫card 在程式裡面寫card這四個字 他就幫我先長出一個基本的形狀出來 而且在平板跟電腦跟手機上面 都不會有跑板的狀況這樣子 然後我再從這個基礎下去設計這些東西 才會不會覺得痛苦這樣子 所以通常一個開源專案產生 其實是從想要解決自己的問題開始 然後後來發現大家都有同樣的困擾 然後我們才會變成志同道合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不一定是講開源專案 好比說一個企業發想其實也是一樣 像Amazon的AWS也是這個樣子 他一開始是想要自己架網站 然後覺得架網站好麻煩 要處理網站的空間 然後處理網站的DB 然後覺得好麻煩 讓他們自己設出一套比較基本的形狀 後來發現其實很多人也都會想要設計網站 那他們是不是有同樣的困擾 那我們就直接幫他包裝好 那你就直接來使用 然後我們賣空間跟賣網路網速給你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變成一個這樣 所以你可以就是從自己去開始 所以開源專案是可以自私的 就是想要處理自己的事情 然後你再去看看大家想要處理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我們再去處理這樣子 OK 這個就是今天的分享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黑客松 等一下喔 好 所以我稍微介紹一下黑客松 大家知道黑客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嗎 駭客 駭客 這是一個 還有什麼 OK 其實駭客這個英文名詞 它其實比較正式的定義是 那是用 الق壽頭 用 بع二個方式去解決問題 現在普遍來講的定義會是這個 就是說用創意思考方式去解決問題 就是用一個不一樣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所以黑客可能就是跟我們在字面上 或是常常在黑客任務上面看到的那個黑客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黑客送是什麼 那黑客是什麼 我們今天的議程的話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會請大家 麥克風會傳下去 然後大家輪流自我介紹一遍 那大家知道現在如果四十幾個人輪流自我介紹 大概今天就結束了 這樣子 所以我們通常在黑客中有一個方法就是 只用三個關鍵式介紹自己 比如說我叫tmunk 然後我就說 我就介紹這個 只有軟體工程師 網頁後端 再加主菜 就這樣子 然後就傳下去了這樣 然後聽到關鍵字 你就可以去知道說 你其實是一個網頁工程師 你是工程師 那我等一下有工程師需求 我可以去找他 這樣子 所以三個關鍵式通常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講三個關鍵字之前的時候就會一起來講 因為通常講三個關鍵字之前 我還會想要講一句話就是 大家好 我是tmunk 可是這句話很浪費時間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來 所以就要大家一起來 就是大家好 然後我是誰誰誰 然後就自己講自己的名字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麥克風就會開始傳下去了 就是一個活動就會開始了 OK OK 好 大家一起來 一二三 大家好 我是tmunk OK 然後我的關鍵字是 講過了 好 下一個 我的關鍵字是內容 女權 傳播 我的關鍵字是網路規劃架設 我的關鍵字是教育 政策 閒聊 我的關鍵字這個字也省掉 就直接三個關鍵字 網路和公民社會 網路後端潛入社 網路軟體服務 開放軟體跟內容 藝術 製作者 公益 艾滋病 網路小白 環保動漫和筆記本如何選擇 展覽 中英翻譯跟攝影 資訊 文字 社運 廣告 選舉 法律 獨立創作 文字跟公民社會 環保團體 文案 公民倡議 社會 政策 公共衛生 網路出版 媒體正義 平面設計 網頁設計 Freelancer UI UX 網頁設計 Freelancer 愛 創作思辨 愛 創作思辨 資訊 心理 還有一點點時間 企劃 公共空間 療癒 參與師 藝術 簡約主義 身體療癒 軟體資料庫 家庭主婦 記錄 協作 共創 記錄 協作 共創 生活玩家 您也是 驅動城市 然後西語園 我剛剛還有一位請問的朋友 等一下要講三個關鍵字 介紹一下 先幫自己想一下 網頁 全端 地圖 教育 音樂跟療癒 聊天機器人 載載醫療 開放資料 海洋環境 拆加音樂祭 寫結案 開放文化 然後協作跟管理 三個關鍵字 三個關鍵字 我想一想 就是要跟自己 完全跟自己相關 OK 好的 菜鳥 中年人 然後 白子蹦 好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 最基本形式的黑客手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就要趕快進入大家的提案 可能這幾天之前 大家都有先跟大家講說 AI這個頁面上 來提案 那我們就今天趕快事不宜遲 從目前有的 有的這個 大家填上去的 的idea開始 這樣 然後不要說 就是把自己 退到第二位 就是從第二位開始 因為我們沒有第一位 這樣 所以就直接從第二位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每個人是有五分鐘 那是Joy 然後第二位是Lulu 請到旁邊來準備 我們需要硬體的處理 有那個 HDMI 轉那個 是Type-C的那個嗎 好 它是這個的 是 在這邊 對 我們會計時 對 我們會計時 好 可以 這樣就可以 好 大家好 我是Joy 我可以叫我乔依林 然后我来自上海 我有一个组织叫做我们语评权 我没有准备那么详细的PPT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所以呢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上面是关于我们的介绍 那我们是2016年的11月开始成立的 主要是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以后我再解释微信公众号是什么 然后还有一些线下的活动 那我们大概是从去年的时候 就开始特别想要做一个网站 因为微信公众号 微信这个公司 它是一个非常流氓的公司 它会把我们的内容直接删掉 然后它会有选择性的呈现一些信息 不管是及时性的那个通讯方面 还是我们使用的那一部分 那个内容分享平台 就是微信公众号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我们有大概150篇的原创的文章 都是自己写出来的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访谈而得出来的 那可能会有一天它就不见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因为我们做的是性别相关的 做的是女权相关的 其实也是跟人权相关的 所以它也是很敏感的一些东西 就会比较容易 我也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就不见 它也不会给我一个通知 告诉我备份之类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现在还有一部分的工作 是做资料分享的部分 就是可能只有大概 大概在中国大陆 在师傅会附近 其实出版了非常多 跟性别平等 跟女权相关的特别好的书籍 不管是异界过来的 还是本身中国的学者们 自己生产出来的一些知识 但是它只出版了一次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非常荣幸地 得到了一些出版 就是作者的授权 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电子档 这样我们可以分享 给我们自己的一些社群的成员 那这个是资料分享的部分 还有一部分就是活动分享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痛点是 我们大概每一年 会做一个访谈报告 去年做的访谈报告 是跟性骚扰相关的 那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那如果能看到我的话 它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一本书 它有很多的内容 所以我们要如何来传播它 放在微信公众号上面 可能就会被删除 或者是我们自己就会被喝茶 那如果不放在公众号上面呢 我们自己手动的传播又非常的慢 所以这些就是 我们想要做一个网站的理由 好 然后我自己的要求 前几天因为我们有 做煎蛋那一部分 我们有做了一个规划 那我的需求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 刚刚我说的那些 我要实现可以分享的需求 可以评论的需求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需要的是时间成本比较低 维护成本比较低 因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钱 所以这就是我所有的需求 五分钟到了吗 哦 所以还没到的话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问我问题 什么 台湾一个在做民间公益团体数位化的一个基金会 这样子 没有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电子可以借我吗 因为我的 直接发现 你的head folder在 对啊 下一位是音乐 对 然后在下一位是 还有有请 你不备 点击 我来吧 好 我可以吗 好 应该那个在那边 现在要移回了 好 好 来这里 你是不是出这个 双银幕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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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意思 双银幕 因为他也不会 可是我移过去 大家没有看到了 好 还是要换别人的电脑 对啊 因为我是直接放在那个head folder上面 对啊 我只是想说我要怎么把它移到这 你看 可以看到 好 可以了 好 好 大家好 那这个其实是我十年前在一个叫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的地方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从我这边开启了一个就是我之前产天讲的讲过就是民间潜水志工来做比较公民科学性的珊瑚健不健康的调查 但是就是总之呢 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了 那一开始呢 好 就是有难度 一样 每做一个点就是会有一篇部落格的文章 可是其实可能阅读率很低啊或者是比较难搜寻数据 然后什么岩石覆盖率怎样啊等等 好 然后所以我自己一直一开始想像希望的就是可以把那数据转化成像这样视觉化 就是如果你在这边调查到鱼几只那就会出现几只这样子 就是 所以如果说你在这边调查结果好就照理来说那个数字就会变成一幅图 然后会有比较满的珊瑚和比较多的鱼 然后这个调查同时也会有垃圾 所以就是比如说好垃圾量是不是有一个间距 比如说超过五个你看到记录到五个垃圾 他就会出现一个这个 然后看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就透过潜水志工的眼睛更了解海洋里面发生的状况 好 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时候设想很多功能 然后就是希望说不会潜水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帮忙 然后因为有些他可能还没有接受过珊瑚体检的公民科学训练 可是他想要记录一下看到的状况 他有没有办法传到另外一个资料库 那平常在家的人就可以打开那个资料库 然后按照一些写好的guine line去记录说 诶 这边有什么 这样子 那后 好 好 那总之呢 这是我一开始设想 但是已经 其实这件事已经经过了一年多了 然后就会发现很多是不切实际 所以今天欢迎大家来我的桌子听哪些是不切实际 还有到底可以怎么做这样 好 就是我们一分钟的时候会有一个提醒生 然后结束五分钟到的时候会有一个提醒生 那下一位的话是Iris Iris在吗 可以直接讲 可以直接讲 大家好 我叫Iris 我来自河南 那个我想做的议题 能把它偷出来吗 那我先 我说也可以 就是艾滋病阻断药物的获得指引 我先给大家可能说稍微普及一下 然后所谓的那个 艾滋病的基础之是我想大家都了解 但是关于它的药物服用 然后是这样的 我们会有一个PEP 就是说人在被暴露于感染源之后 采取的药物预防 那所谓的暴露呢 就是指含有HIV的血液或体液 也进入了人体之内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之后可能要做一个药物预防 以防止自己被感染HIV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在中国可能分为两种 就是一种是职业暴露 一种叫非职业暴露 职业暴露 就可能是指医生或者是警察 可能说在接触了他确定的 就是感染者的血液或体液之后 他们要立即服药 这个药物呢 是一直要服用28天 在28天之内可能会有一些反应 但是他可以差不多 可以接近百分之百 能够保证你没有会被感染 因为当时的情况可能说 他可能在给感染者 可能说打针 或者说他有伤口破损 然后你刚好你皮肤也有破损 你们两个血液进行了交换 然后这时候你就要立即服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非职业暴露 可能说存在的情况 大家知道有三种感染方式 一种是性传播 血液传播 还有母婴传播 可能说在有高危的性行为 就是没有使用安全套 或者说安全套的破损脱落 然后这时候你发现对方是感染者 或者说他直接告知你是感染者 这时候你可能会很恐慌 然后你就会想要我怎么去药物预防 我们就想做一个就是说 就比如说我们拿一个省份为例 那你这时候你发生这种情况 你是向谁求助 你是向医院求助 还是说向我们的疾病预防中心求助 或者说你上网去找医生 然后就说普通人的话 他对于这些信息是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我就想做一个网站 可以一步步指导大家 就比如说你是想要快速的去获得药物 因为这个药物是有一个时间性的 就是在72小时之内服用是最有效的 超过72小时其实就是失效了 所以说我们就想有一个快速的指引 就是指导普通人 可能说你想要做这样一个药物预防 大概就是这样 好 下一位的话是 这个要怎么念 来 自己来 来 自己来 好 大家好 我英文名字比较难念 你可以叫我雪兰迪用 就是像法文一样 或者是雪兰迪用英文这样子 那我在自由软体跟开放内容做了很久 那我自己是个技术人 但是我也做互动艺术 我今天有一些 我有些旧的想法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说我在做一些 跟一些朋友在处理 譬如说 NGO 的事情 那譬如说 我们昨天在那个 workshop 里面也讨论说 很多人有像 讨论各种复杂议题 譬如说我们要画个新制图 那新制图有一些网站 像 FreeMind 什么之类的 可是他们通常都只有给你一两个免费的图 那其他你要付费 那假如你量大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多元化 我们怎样去用最少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看了一些东西 像我昨天讲说 有些叫 Graphics 它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然后像写 Markup 这样的语言这样 譬如说这个地方是 A1到 A2到 A3到 A4到 A5 所以你只要直接写 A1到 A2 A1到 A3 A1到 A4 A1到 A5 它就直接把图画出来 那我们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单人做是可以 但是需要 我们在社体我们需要互动 所以我们需要说架一个网站 然后把这东西实现出来 我看到某一些网站 他们有这样的东西 有一些JavaSafe有做这样的东西 但是没有办法跟整个网站结合 前两天有交Nest Cloud 然后交Corebra 然后这些东西 那我希望有机会的话 跟朋友一起合作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不太知道这种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想设想两个方案 一个是像把这东西做出来 我们把整个把这个东西架成网站 提供给社群服务的流程做出来 那我觉得是一个功德 另外情况来讲说 因为我自己是也算前端快发师 所以我来做D3.js 是像一种视觉化的东西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 假如这边可能有一些宗教的朋友 比如说佛教或基督教 有时候里面有双重版本 譬如说金刚经 什么是如是我文 什么之类的东西 某些版本 版本1跟版本2 会一两个字有差异 那有些人可能想要追这个东西 或者说中文或英文的对照 就是这个例子 那你这么藏的一个东西 你如何去把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关键字做对照 你从头到尾去搜寻 是很类的事情 有个视觉化方式 是很好的方法 那我知道一些D3.js的东西 但是我以前没有时间做 那我也觉得一个人做没什么意思 假如说我可以跟一些社群朋友 譬如说我们找一个有趣的意思来讲 譬如说金刚经 金刚经就我来讲说 它有六到七个汉译 有四个凡文版本 可能有两到三个英文版本 还有一两个日文版本 那假如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 譬如说这么多线 你不可能从头到尾这样子看 因为你通常看四个版本以上 可能就昏倒了 但是假如我们很方便来讲说 你看这都是黑的线 但是某个地方是有红的线 是不一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引导读者 去很快的去抓到重要的观点 那这个有个专有名词 叫做Data Visualization 但是我们还需要说 在这个地方做互动的地方 那这东西我觉得是相当方便的 不只是我刚刚讲的只是一个宗教的例子 但是在各式各样的文件 或是在色情学作上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相当价值 那假如有机会 有一些色情朋友 他可能觉得对技术来 不是很熟 但是他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我觉得说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网站架起来 把一个Application使用 譬如我刚刚讲金刚金这样的例子 做出来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那我今天的端节奖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 他是You 还是念Yu呢 然后讲的是独立创作者支持平台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小鱼 然后我想做的是一个独立创作者的一个支持平台 那因为我是来自于大陆广东的 然后可能刚才就像 就是刚才第一位做女权的小伙伴说 就是在大陆比如说做一些议题 就会是一个敏感的 然后就会很多时候 比如说那些文章会被刪 然后微信号不会被封 网站会被封等等的 那我想说第一个就是 其实我一直觉得做女权也好 或者做其他议题也好 它不是一个敏感的议题 只是它被敏感了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第一个这样的概念 那像我们做 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然后我就是一直以来做的工作就是 就是你可以说会跟关注那种各种的社会事件等等的相关的 那如果按照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大陆的定义的话 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 所以我们通常会面临的问题就是比如说 那个文章被刪 然后微信号被封 微博被封 网站被封 那其实我算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这方面 然后 那就是刚才说到就是我还是想架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的话 就是它可能跟我们以往去想像一个网站 除了资讯的发布分享等等的 不一样的情况 可能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网站能够真正的 让大陆的那些 就特别是focus在大陆的一些独立创作者可以使用 然后并且可以生存和发展出来 那其实我想说的话 以我就是那么多的被封被伤的经验 其实我想说是可以的 但是它需要的一些功能或是设计 就会跟我们去想像一般的网站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这个网站不仅仅只是 给一些大家去分享这个相关的信息 它还想去做一些支持的功能 那其实我们去想像一个独立的创作者 他需要的一个比较大的支持可能也会来自于 是不是就像自由软体一样就是 怎么样去让他可以可持续的去做呢 可能也会涉及到怎么样去支持到他的那个项目 或者他想写的一些议题等等的 或者是他想创作的一些题材 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听过 两个东西 一个叫LICON 有吗 现场有人听过吗 OK 它是香港的一个朋友在做的 就是叫画站为赏的一个概念 就简单点来说就是你点赞 以前都是点一个赞就算了嘛 就是觉得这篇文章点赞 就挺赞的要点一个 然后它的一个概念就是你点赞了 它可能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资金石 然后还会有一些钱 然后进到这个创作者那里去支持这个创作者 那其实呢这个是我自己看作是一个1.0的版本 它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 怎么样去可持续的去支持到更多的独立的创作者 去无论是在大陆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在其他环境 因为不同的环境其实我们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嘛 所以其实这个是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相对长期一点的事情 那在第一步的话可能我们要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能让提供一个平台可以让一些不同的创作者 包括刚才说的向女权的小伙伴或其他的小伙伴 当他们对这个议题非常感兴趣的时候 他们同时也非常想传递一些东西给更多人的时候 在一个平台上面他们至少是可以做到 就是一方面就是可以比如说被封和破被山的时候 是有更多的方法去向一些像在大陆 或是向其他地区的伙伴去传递的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继续交流 谢谢 好下一位然后记得等一下讲完的时候就是来领这个牌子 然后写一下自己的专案名 这样大家都比较快找得到你 那下一位是Hand是Wordpress 下一位是Fly在宅医疗小工具 下一位是Fly在宅医疗小工具 是Fly 在宅医疗小工具 如果有充满的不关键 就会继续交流 是Fly在宅医疗小工具 第一位是Fly 大家好,我是Ply 有上來閃電講過 我目前在跳的坑是在宅醫療 這個在宅醫療其實就是 醫生的居家醫療 名詞是從日本過來的 大家可以在簡報上面看到這個連結 就是我最近收集的一些資訊 已經收集差不多兩個多禮拜了吧 然後它是一個Notion的平台 還蠻推薦Notion的 如果在場有人想架網站架知識平台 剛有聽到的話 你們想要很快速的建模 建成你們要的樣子其實用Notion Lite 我覺得蠻快的 然後又很容易就開放 有沒有被中國大陸強的話我就不知道 大家可以試看看 今天你就把你最敏感的東西都放上去 然後明天看看 那邊連不連得到就知道了 那這邊收集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能知識平台 可能會有的結構 包括討論 然後你每天收集的一些材料 因為這個材材醫療的東西還蠻新的 然後每天都在收集一些前輩他們寫的文章 討論研究報告 一堆有的沒有的 然後在夥伴裡面呢 我就是收集 不管他有沒有興趣都拉進來 所以現場有一些設計師 然後創作者 我就把他拉進來 然後歡迎加入今天我的坑 我今天的坑會做的事情是在這裡 生命真相同步登錄的小幫手 小幫手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之前有閃電秀有報告過 就是記錄你的生命真相 那我昨天很快的一樣是用 用一些比較偷吃步的方式 建立我要做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個Google語音助理 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之前有說 有可以用UI點一點 那其實現在語音助理也蠻方便的 Google手機都直接內建 那個Pixel也很帥的 就是你只要唸一下 那語音助理就會跳出來了 所以以後要記錄東西 捏一下你兩隻手又空出來 可以去做一些 幫病患服務的一些動作 所以這個是本來從 想要用Line機器人突然 又有靈機移動 然後因為之前有開放過語音助理 就很快的就先弄一個雛形出來 然後也有挖坑給花夥伴來跳 只是他目前還沒有跳 所以目前就是先開好 GitHub的一個repo 但是目前是空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tag他進來 一個叫做Vera的朋友 在之前Hackersong碰到 反正我就覺得 要做開放文化就是 你就是多找人 然後覺得人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tag一下 一起來投入 那其實我這邊還有 G0V的簡報 如果大家沒聽過的話 很快帶過去 所以在G0V就是也有提這個案子 因為這個案子從 這個案子從GV來的 在他們的 Slack 如果大家知道 Slack的話 其實有個 General的 Channel G0V裡面已經有五千多個成員了 所以大家要找幫手的話 其實去那邊大聲的呼喊 不用大聲就是流一段話說 你需要幫忙 那如果有人有空有時間的話 就可以加入你 然後記得也可以開一些頻道 比如說聊天機器人啊 然後再宅醫療啦 或者是型化家常 但是開放你所有資料的 Random零頻道 都可以去加入 對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莫名其妙的 啟動了這個社群 也去台東走了一趟 然後了解到什麼是居家的照護 知道全台灣其實80萬人 是沒有上醫院的 那我想 嗯 再過幾十年 我也是這樣子的人欸 是不是現在 讓這個產業能夠 更有效率的去 更開心的去完成它的工作呢 所以就在上一次的G0V大松 就提出了一些概念 然後也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在在醫療生態系 不是只有醫生一個人 而是他周邊的護理人員 治療師 長期照護的一些單位 這是一整個生態系的 就像我們開發社群 你只會前端 你只會後端 你是沒有要弄出產品的 會是類似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如果需要幫忙 就是一樣找HackerSong 或者是各種形式的 讓大家知道你在做的事情 然後你想呈現的一個未來的面貌 所以這台醫療就很像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找我聊 謝謝 好 我們歡迎最後一位 是要分享的是Airdrop 資訊分享工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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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很好那种 我想如果说我们来传递一些好的一些讯息 比如说关于公民社会 或关于一些最近的一些 就一些情况 这些信息有可能是当局并不是想让我们特别传播信息 然后通过一些非Apple设备 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 也就是说有的人开始研究如何在一些 比如在Android 在那个Raspary Pi上面 通过它的无线网卡来实现一套完全金融 要Drop的这么一个技术 然后来传输 比如说用来传输一个图片 那我想或者说在早年也有些通过 对于iPhone进行越狱 然后实现全自动的 不需要手动操作的来发送这些讯息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 第一可以保证就是说 这个传送这些消息的人尽可能隐蔽 别人不会看到你在打手机 然后也不会说就是你因为不停的点 所以这样会造成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效率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既然要传递这个信息 那就我们要对这个内容要进行重新排版 就比如说我们如果直接去把端传媒的文章 保存成PDF 或者保存成图片 发送给别人 那可能别人看到是非常小缩裂的字 可能认为是不好的信息 所以他们就会把自己的AirDrop 从AirOne 从所有人都可以分享 直接关闭或者关闭到警线联视人 那我们需要就是说 能够让第一屏幕的预览 能够在有一定的吸引力的情况下 然后最后下面又能够放上 我们想让它看的一些详细的信息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更深入的设计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在内容的选择上面 可能也要有所考虑 因为如果支持一些人的反感 或者说像可能之前有几位 做女权货方面的 就可能就知道 在大陆很多官媒或者一些平台 他们都会对一些NGO的做 对NGO进行物名化 所谓物名化就是说 不论你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来反对你 所以我认为这种 我们如果说用AirDrop这种方式 来传递讯息 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是来抵抗这种物名化的方式 但是同样的物名化也有可能 事先就对于我们这样的这种行为 就让那些人可能就预先了一种厌恶 大概介绍到这里 好 那我们今天黑客送的提案 提案就先到这边结束 然后我们接下来大概在2点多的时候 然后我待会再跟大家确定一下实际的时间 大概2点多的时候 有开放5位名额 然后每一个人8分钟的短讲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最近在关注什么议题 或是你分享一下新的技术 那也可以在同样的Google sheet上面 填写报名这样子 好 那所以就大家Happy Hacking 然后所以如果你想要把桌子并起来的话 其实也可以 就是说把椅子拿开 然后两个桌子并在一起 然后变成大家面对面做这样一起讨论这样子 只要方便大家讨论都方便 黑波特上我有再新增那个短讲了 所以那个就直接再上去填就可以了这样子 好 那大家就可以开始起生动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食物的话 就自己拿这样子 OK 大家就开始吧